世界上最难考的三所大学,榜首堪称黑马,坐落在印度。 第三名,哈佛大学,2022年,哈佛大学共有61220人申请,最终录取人数只有1954人,总体录取率为3.13%,从哈佛大学建校迄今为止,已经培养出了8位美国领导人和133位诺尔奖得主。 这样的荣耀是很多大学渴望而不可及的,也是无数学子想考却考不尽的。 第二名,斯坦福大学,斯坦福建校137年,已经有超过83人获得诺贝尔奖,身价亿万的校友更是不计其数,作为世界第二难考的世界级大学,斯坦福的总体录取率已经低于3%了。 第一名,印度理工大学,在印度很多人都是考不上印度理工大学,才退而求其次的考麻省理工大学,足以证明这所学校的实力。 他被视为全球要求最严格的工程师培训摇篮,几乎所有的印度理工大学学生都进入了财富500强公司工作,在工科领域上。 就算是把哈佛大学,麻省理工等几所知名院校放在一起,才能刚刚够和印度理工比肩。 如此牛的理工学校,自然让理科学生趋之若鹜,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发出申请,但最后能被成功录取的只有一万名学生,录取率低于1%,这样的理工大学,你想去上吗?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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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